今次介紹一下曼谷的快餐 裡面有麵食 當然也有飯 69-89匹一碟飯一個菜 這個價位真是很划算 快餐店式的裝修 裡面坐下的都是泰國本地人 今次我們坐向一張卡位 點了四個數 他們分別就是 豬肉麵 冬蔭公麵 煎蛋捲飯 和炸雞肉飯 同時點了四杯飲品 間食市的食物味道 我感到滿意 如果你考慮它的價錢更加超值 最喜歡它的麵的湯底 有時候我們去旅行 不要只是去遊客的餐廳 應該都要去一下本地人的食市 體驗一下當地人的生活 會有意外的驚喜 今次分享到這裡 拜拜